習近平其實在參加氣候峰會登場之前 他有給美國一個下馬威 因為他在國王論壇上面 他其實有一番演說 他要美國不要動輒遺址起始 干涉他國內政 他說國際上的事 不能由個別國家單邊主義 給整個世界去帶節奏 這帶節奏就是講得鋼腔有力 明顯就在批評美國啦 他說世界不要霸道 大國要有大國的樣子 要有更多責任承擔 當然呢 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 或許就是他認為說 作為一個大國需要去承擔 就要去為世界上做點事情的 好 我們先來簡介一下 一帶一路從2015年開始到 2020年11月 跟138個國家 31個國際組織 簽署了200零英份 一帶一路的合作黨 那在2020光這一年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總額 各十百千 九萬三千 九萬三千六百九十六億 我今天一直在講數字 跟對比剛剛美國那個軍備 這個差太遠了 你乾脆用9.3兆美元 對 9.3兆的密幣 這個真的是非常多 好啦 然後這 他通常有講到說 到了2030年希望是什麼 希望為全球760萬人擺脫極端貧窮 3200萬人擺脫中度貧窮 但是他特別講到一點 人為的竹牆跟脫鉤 違背了經濟的規律 那介大使這句話其實講的 其實就是講美國啦 他就我在做一帶一路 我覺得我作為一個大國 我要跟其他國家建立合作的關係 也幫助其他國家脫貧 可是你在搞人為的竹牆 在搞人為的脫鉤的行為 在扯後腿 這個基本上大陸跟美國 現在的國家總目標 這是南遠北側 大陸以習近平 最近一直在講的 他說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 那最近這個氣候峰會 習近平又提出一個 他也提出一個目標 他說建構人類與自然的 命運共同體 所以他不斷的強調是 命運共同體 命運共同體 其實就是等於說 就是說跟全球化這個方向 是順著全球方法 是相向而行的 是同一個方向 美國在搞什麼呢 美國事實上是美國第一 美國所有目標不是世界第一 美國是美國第一 那這個是非常島國觀念的 美國認為他是這個世界上 的一個島國 就跟他的老祖先英國人一樣 英國人就認為我就是個 島國 那島國跟你這個世界 常常是對立的 比如說在歐洲世界裡面 英國做一個島國 跟大陸的歐洲 常常是對立的 所以他常常 他當時加入歐盟的時候 那個時候人就講說 他是來導彈的 果然沒錯啊 他沒辦法導彈他就脫歐了嘛對不對 那今天美國跟這個世界的關係 就有點像英國當時跟歐洲的關係 那麼 所以美國現在一直在講說 我像美國第一 習近平講說我們人類命運共同體 大家一起什麼 利益均沾 所以方向不一樣嘛 所以習近平講話 從這個出發點就是說 不要用一個大 一國的力量 那麼就跟大家 我們跟大家唱反調 我們大家有事情一起商量在做 那這個商量的機制 最好的機制是聯合國啊 那你記不記得拜登 川普的時候 退出了多少個國際組織 只差沒有從聯合國的 紐約總部退出而已啊 其他他想退的都退啦 所以他是搞單邊主義 那麼習近平是搞多邊主義 那為什麼美國很怕 習近平這個一帶一路 中國一帶一路做成功呢 因為真正做成功以後 美國這個目前獨霸 全球的這個角色 可能就唱不下去了 另外一方面 他的國力也會越來越衰 因為習近平這個大陸 現在目前這個一帶一路 從我們來講的話 其實是一個大戰略 是一個陸權跟海權國家的 一個大戰略 從人類從16世紀開始 海權興盛以後 陸權勢威以後 這個一帶一路很可能就是 陸權跟海權的一次最後的決戰 最後由陸權得到了勝利 因為海權當時為什麼會 佔優勢 主要是因為他的運輸的能力 比較強 因為從海上的話 運輸快 而且海上沒有什麼阻礙 從格勞秀斯16世紀17日開始 訂國際法的時候 他就第一個原則 海洋自由 海洋是自由的 大陸自不自由 不自由 因為各國國界 就把這個地球 尤其大陸就切得很碎 所以你陸陸運輸 你像當時如果中國要往外運輸的話 那麼一定是要走海洋 陸陸走不通 走不了那麼遠 可是現在科技的進步 以及整個國際社會的 這個越來越成熟 今天從連雲港一直到這個 到這個法國馬賽港也好 或者到這個荷蘭的阿姆斯特丹 或者說比利時的安特維 這一條所謂的中歐大動脈 現在已經成型了 而且不斷地在茁壯 那你想想看 這一次我們蘇伊士運河出事的時候 那很多國家要找大陸幫忙 韓國人就講說 哎呀 蘇伊士我過不去了 我能不能走這個大動脈 那日本是扯不下臉 所以日本很多貨品 它都被卡在蘇伊士運河 那中國大陸就不一樣了 那問題這個一帶一路 我們光講這一帶來講的話 這條陸路的話 它把所有國家都串連在一起 把俄羅斯 把中亞 把這個近東 把歐洲全部連在一起了以後 那麼互通有誤以後 還會不會發生戰爭 大家就彼此與共 休憩與共 那這個陸路就成一個新的 一個最大的力量 那麼孤懸於歐亞非 人類最大世界最大的 這個美國 它還有什麼戲好唱 它就變成世界的邊緣中的邊緣了 所以從戰略上來講的話 美國只要聽到一帶一路 它就曉得 這就是它的墳墓 所以如果真正成功的話 它一定要 所以它用了很多方法在幹嘛 再抹黑 再阻撓 再怎麼樣 再破壞 那麼澳洲就做它的瓦前逐 那麼做了一次損人不利己的事情 那所以我覺得這一場 這一場大的戰略性的競爭 我覺得芳心慰愛 還有後面還可以看得出很多 大使剛才在講的就是說 一帶一路其實推了好幾年 那中間你也可能聽過媒體的報導 也可能聽過西方社會有一些說法 就是說一帶一路玩不下去了啦 這個燒錢燒不完 很多國家也反彈等等 可是現在怪的是 美國也要跟人家搞一帶一路 那我想說如果是真的不成功的話 那美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危機感 先前我們就有講到了 他已經打電話給英國首相拜登說 英國首相強森說 我們民主國家也應該有一個 民主版的一帶一路啊 就是說來對抗中國一帶一路的計劃 還有剛剛介大使講的說 澳洲去年通過了一個 反正就是一個霸王條款的法案 認為對我國家有害的 什麼你們之前簽的什麼協定啊 這些什麼合約 通通都不算 我就把你終止掉 所以呢 現在有一個維多利亞州跟 中國簽署的一帶一路的計劃 兩份協議 現在就說要把它廢止 當然連他們自己內部 都已經有一些反彈的聲音 那大陸就說你這是搬石頭 砸自己的腳 現在連印度跟歐盟大家也在想說 是不是說你們要聯合做一個基礎建設 然後也是劍指一帶一路 包括美國他說的2.3兆 就是好像大規模的基礎建設計劃 還有說什麼從阿富汗撤軍 然後協助美國企業撤離中國等等 大家覺得一連串的動作 一個是要找錢 然後第二個就是要蓋東西 蓋東西要蓋到其他地方 跟其他人來合作就是要作為跟中國大陸 一帶一路的對抗是不是 這個一帶一路它牽涉到的最基本的 就是基礎建設的能力 那問題就在於說 美國的基礎建設的能力有多強大 美國基礎建設能力其實很脆弱 它不具備有強大的基礎建設能力 例如說美國到現在連一條高鐵都沒有 而且也建不起來 它所謂的那個600公里的真空管的 還在實驗中 還在實驗中 而中國的500到600公里的這種高速鐵 已經開始在做運轉 開始在做最終的實驗 準備要開始做商業上的運轉 那商業上運轉可能會下降到 400到500公里左右 那你就可以知道中間的差別有多大 那我們談到了基礎建設的能力 你就可以知道它第一個講求的就是你的專利 你的工程的建造能力 還有就是說你對於它的速度效率有多大 那當然最後的一個就是你投下去的錢有多少 那一般來說的話 美國自己國內的基礎建設能力 我覺得美國自己都做不到 那就更不要講說在海外上 還要技術輸出啊 沒有辦法 我這個很客觀的講 美國真的做不到 它一張嘴 嘴巴可以 但是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那為什麼一帶一路有這麼的重要 我跟各位觀眾朋友講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你想想看蒙古 或是塔吉克 歐洲裡面的像這個維也納 就是奧地利 或者是塞爾維亞 匈牙利 這些都是內陸國 它沒有海 它都沒有海的話 那你想想看如果是在中亞這個地方 就是說塔吉克 基爾吉斯 阿富汗 所有的這些 這些地方它都是內陸國 可是它假設它有能源 有石油 有銅礦 然後有稀有的這些金屬 然後有貴重金屬 可是因為它體積很重 那它沒有這個好的交通運輸系統 它怎麼把它生產出來的這個東西 運到外面去賣 所以它永遠貧窮 所以它需要的就是高速公路 需要就是鐵路 把它運出去 所以中國大陸 把這個一帶一路的這個高速鐵路 高速公路打造出來的時候 你想想看對這些國家來講 它是不是經濟就發展起來 可是你採礦不能夠只是採 你要做出加工 所以這個部分裡面 在出加工的過程中 你需要能源 需要互聯網 也就是說它不只是只有高速公路 高速鐵 你還要有能源 要有發電廠 還要有互聯網 然後本身才能夠建造出一個 好的工業園區 好的工業園區 就是我們所謂的經濟園區 你建造起來的時候 你才能夠把這些產品做出加工 減少它的重量 提升它的價值 再透過運輸把它運出去 這個部分裡面有多少國家能做到 中國大陸能做到 所以你想想看這一些國家 美國搞了很多的情報人員 去煽動當地的一些人來反對 然後再故意再透過歐美的這些主流媒體 去擴大渲染 說你造成人家的債務負擔 可是沒有一個國家是笨蛋 它腦袋裡面會想的是 鐵路蓋在我家 高速公路蓋在我家 電廠蓋在我家 然後這個工業園區蓋在我家 你搬不走的 你搬不走的 那對於它來講它有什麼損失 我本來就是一塊爛地 一塊廢地 一塊荒地 根本沒有人要 裡面窮得不得了 可是當你來了 你幫我都建起來了 我開始富有了 然後你本身說我們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就是一半一半 你出地 我出技術 我出資金 我出人力 我把它整個建造起來 然後我本身想用一半 你想用一半 我為什麼不要 我當然要我 留我們蓋房子 你有一塊土地 假設你是地主 你有一塊土地 那塊土地沒有蓋房子 就爛在那裡 原本是零 至少現在還有50可以拿 對 那我建商我來跟你說 我幫你把這棟房子蓋起來 你分一半我分一半 土地你出 其他的我出 那我們是不是有很多的地主 他就願意跟建商合作 對不對 這是一樣的道理 但是中國大陸 就是用這樣的一個簡單的道理 他做到了 所以當美國人跟歐洲人 怎麼去挑撥 怎麼去煽動 然後怎麼把這個 小新聞做成為大新聞的時候 弄得全世界都以為說 一帶一路完了 一帶一路完了 結果沒有 因為當地人 當地國 當地政府 他知道這是好東西 他以前沒有高速公路 現在有了 他以前沒有高速公路 現在有了 然後他以前沒有工廠 現在有了 他以前沒電 現在有了 然後以前沒互聯網 現在有了 好 美國人開始焦慮了 開始慌張了 我再講一個例子 有大洋的巴基斯坦 他本來有一個港叫瓜達爾港 那港是一個小漁村 裡面人窮得不得了 就是幾個捕魚人家 因為他一大片的都是沙漠 都是荒地 他沒辦法種好的東西 講得好像是以前 大陸的深圳的感覺 有一點點 就是一個小漁村 然後一大片的那個 然後裡面人窮到不行 所以盜匪很多 因為太窮 就是窮地就出盜匪嘛 所以盜匪很多 因為在巴基斯坦的北部 西北部的地方 那中國大陸一看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戰略要地 就跟巴基斯坦說這樣好了 我資金技術都是我來投資 你出地 然後我們各用一半 巴基斯坦同意 投下多少錢你知道嗎 200多億美元 200多億 200多億美元 就在掛大了這個地方 對 就投下去了 那麼整個包括高速公路跟鐵路 跟油管跟油氣管的建造 總共400億美元 就這樣子 現在打造出來了 油開始在通了 從伊朗那邊運來的油 現在準備要跟伊朗再連通了 如果一旦再連通以後 伊朗的油就直接從巴基斯坦輸送 然後就進入新疆 那這樣的話 巴基斯坦他就賺了 因為你油跟天然氣走多少 他就抽多少 然後那個港卸貨卸下來 他就抽錢 收過路費 他就去 那所以那個地方的人 就開始付起來了嘛 那你說那歐洲人就說 美國人就說 哎呀你看那個中國大陸 巴基斯坦說我又不是笨蛋 港口蓋在我家 你也搬不走啊 我本來一個小漁村 窮到不行 我現在變成一個超級的大商港 貨運港 然後呢那個地方水電 然後這個互聯網都進來了 港口也進來了 然後城鎮也就是因為這樣發展起來 因為有生意 有船員 然後就有人要消費 要做買賣 城鎮就這樣蓋起來了 然後整條路慢慢的就 哎他路走到哪裡 那個地方的城鎮就發展到哪裡 台灣不也一樣嗎 你城鎮到你高速公路高速鐵到哪裡 為什麼我們每個縣市高速鐵都要停戰 因為你高速鐵到哪裡 那個地方地皮就漲到哪裡 所以你想想看 那地皮是漲在巴基斯坦家 不是漲在中國大陸家 所以人家怎麼會不歡迎 好 講到這裡你就可以知道 如果我們的觀眾朋友 你只看那個歐美人的新聞 然後他就把那個 講得一塌糊塗的時候 為什麼當地國 一個國家一個國家 跟大陸簽下來 你看現在已經簽了幾百個合約了 然後有一百多個國家 跟中國大陸合作了 那如果真的是像你歐美的媒體 講得那麼爛的話 沒有一個國家會跟你做嘛 結果你看 巴基斯坦合作了 斯里蘭卡也合作了 孟加拉也合作了 緬甸也合作了 連歐洲的匈牙利 奧地利 然後連德國 法國 連英國 都跟中國大陸合作 你想想看 發展到這裡的時候 美國人還有美國的媒體 還要說你這一帶一路 一定會失敗 你這一帶一路是債務陷阱 你這個一帶一路 是要吃垮整個世界 那你把德國人 法國人跟英國人都當呆子 他也不是他的教育程度 不會比美國人低吧 應該比美國人高吧 那不會低 他的教育程度比美國人高 你還把他說成他是呆子 那不知道是誰是呆子 現在吃不到葡萄酥葡萄酸 要開始自己種葡萄的感覺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 你就可以看到 最後拜登就是說 那我也要來搞個一帶一路 那如果一帶一路 像你講的那麼爛的話 你怎麼拜登說 我也要搞個一帶一路 那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台灣太受英語系媒體的影響 所以你的腦被洗得一大糊塗 該醒醒吧